好不好 让我们掌声有请 一个冷门节目的制作人 李淡 大家好 我是李淡 当初刚开始做吐槽大会的时候 真的没有想到这个破玩意能做到第四集 也没有想到池子居然会有一天决定 不再顾吐槽大会了 最想不到的是 张老师却决定一直顾下去 我们脱口秀大会都没请他 他居然装作无事发生 就回来了 是吧 谢谢张老师 感谢你的回来 谢谢 想不到的事很多 想不到的事很多 我小时候炮酷向天看港片的时候 怎么也想不到有一天我要吐槽上海滩道搞大 丁丽 李小龙的师傅叶问 还有向华强先生的儿子向左 我就感觉一个人在单挑 港片世界黑白两道 我要打十个 好 向左 向左 恋爱综艺小达人 跟郭碧婷从相恋到结婚 上了三个这个恋爱真人秀节目 人家这恋爱谈的一户都有人给钱 其实那几个恋爱真人秀呢 都找过我 我还犹豫呢 我还这么讲 犹豫 趁着我犹豫的时候 向左 抢先降了价 都接走了 我是非常费解的 大哥你不是富二代吗 你怎么回事 你缺的是钱吗 你不是缺爱情吗 你干什么你 不过这个呢 谁做这行不缺钱的呀 行行行 不太了解你们家情况也不敢问 都行 向家都是对的 不过没关系 他抢走了我的几个综艺节目没关系 但是随后 他又抢走了我的 婚纱旅拍的代言 是的 没有错 向左成为了我在电梯里的 接班人 我刚刚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真的是 有点高兴 虽然是不能再继续服务客户 我是有点难过的 但是我一想到 向左将要经历什么 我很难不开心 朋友 以后在大街上呢 你再被人认出来 就没有人喊你的名字了 他们只会看着你说 想去哪拍 想去哪拍 终于要告别这个噩梦了 很开心 杨子 河北省著名的企业家 有钱人真的非常有钱 有钱人的生活呢 咱也不太懂 他干过一个什么事呢 他有一个去瑞士定做的特别的名片 就他这个名片里啊 内置了各种袖针的工具 什么圆珠笔啊 小镊子啊 还有什么螺丝刀 就这么个破玩意儿 还要去瑞士做 你们河北就有一个人叫手工梗 你认识吗 杨子呢 人家有钱人也附庸风雅 搞古董啊 什么的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说自己讲话非常优美 非常喜欢使用成语 他自己说的 他说如果在谈话中加入成语 就能达到一种雪中送炭的作用 同学们啊 我们来一起赏息一下 这个雪中送炭用的对不对 他应该是想说锦上添花 但是用了雪中送炭 就造成了一种化蛇添足的效果 你这个呢 就是风雨点墨 卖弄风骚 作茧自负 干干尴尬 一堂简单的成语课送给你 最后这个成语啊 是我刚刚发明的 干干尴尬尬 这个就是用来形容杨子这个典故 以后你们翻开字典就看到 杨子用成语 破折号 干干尴尬尬 喜不喜欢 可以抠出你名片的绣针笔记一下 记下来 张伟丽 一个可以打十个真子丹的女人 你们看过那个他们在网上的瓶盖挑战吧 很厉害 他跟单哥都是蒙着眼 一脚就把那瓶盖踢开了 确实是有功夫 但是我不服 我就跟他们商量 我觉得这没有什么 我们在现场 我敢把瓶盖放在杨子的头上提 而且不需要瓶 我说你们敢吗 大家纷纷都说敢 就连63岁高龄的吕梁维老师 也说敢 他还说敢提两字 聪明的张绍刚老师说 我还敢让杨子叼在嘴里提 杨子这个就叫众星捧月 真子丹 不容易 不容易 出道很多年 大家从小就看他的电影 但是他一直在演配角 反派 直到43岁才大红 红到大概47岁的时候 战狼上映了 你们发现没有 就是我们的功夫巨星 是有一个传承的 李小龙 成龙 李严杰 真子丹 吴京 一人一个时代 但是真子丹在其中 就很像一个过渡时期 短暂而又不璀璨 唐宋 袁明清 真子丹在这里面代表的历史时期 是五代十国 历史的车轮 化身成无精的样子 无情地在真子丹身上撵过 只留下了一串正能量 在空中回答 单哥 单哥 说来说 单哥的这个动作片 确实很好看 沙破狼的有一场 相战戏 我每年都会重看 就是把吴京一顿打 特别厉害 但是现在我们在想看 吴京和真子丹对打 那就不太可能了 吴京就不跟真子丹打 真子丹碰瓷怎么办 吴京一打 真子丹躺在地上 哎呀 来人呐 战狼打人呐 他给我五十亿票 我就不起了 真子丹早年成立电影公司的时候 他自己拍过一个电影 这是真的 他自己拍过一个电影 叫战狼传说 这叫什么 这叫什么 杨子 这叫什么 这叫一语成谶 一个课后练习 这太狠了 写一下 趁不会写 可以写拼音 叶问 但是叶问确实演得非常好 那个角色也深入人心 而且我觉得叶问这个名字 一听就是一个武侠 很酷这个名字 叶问 叶师傅在他的武学道路上 苦苦地追问 会是谁 究竟会是谁来扮演我 真子丹 还有谁 还有谁来扮演我 梁朝伟 梁朝伟可以 梁朝伟可以 说这些呢 其实今天是很感动的 站在这里非常感动 我们这一代人 港片就是我们的回忆 共同的回忆 宇宙最强 真子丹 还有吕梁维老师 还有向左代表的 向氏家族 对不对 直到今年 都会觉得 你说你一年 看不到一部优秀的港片 你都觉得 这年白过了 而今天来的这几位呢 今年也都有作品 要上映 大家也都非常的期待 从12月5号开始 请大家一定要关注 卡姆的脱口秀全国巡演 谢谢大家 大家要是李戴 就是土鸡 李戴 你们现在这个 那个写个破段子 硬凑一个破梗 不惜把我写成土鸡 我为什么不能是土狗 大家要是李戴 气死我了 我土鸡 赵老师你看你穿的这个样 大哭和小眼 就跟刚刚跟狗打完架一样 好像都说我 今天正式吐槽之前 今天来了一个 很重要的好朋友 薛赵峰老师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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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你看 这么大竞技学教授 丢人堆里根本看不出来 是吧 仿佛没有来过 仿佛没有来过 我们今天的这些音乐人 都非常的有代表性 地下的 地上的 地里的 还有这个黄土埋了半截 但依然高昂这头的 我从小就很喜欢 郑军老师的范儿 就永远就是抬着头 是吧 就是然后表情呢 就非常的痛苦 就感觉他就是 就有一个什么烦心事 但是呢又很骄傲 就是有给人一种啊 就是欠个钱 但是打定主意不还的感觉 就永远就盯着天空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有一句话是 人在做天在看 郑军多叛逆 一听 谁看我我看看 大老师 大老师曾经也是地下音乐人 被称为是中国摇滚乐 第三代领军人 领的也非常成功 我们再也没有听说过 中国摇滚乐有第四代 摇不过三代 摇不过三代 你就喜欢这种包袱 大老师现在呢 肯定已经是地上了 但是你说他是地上音乐人吧 也不准确 你就感觉他 看着他就觉得 是地上有一个 不知道什么人 就总感觉他在地上 整个人就很难组装到一起 从身体到思想 都是滑坡的一个状态 就像粥一样 娱乐圈的第一金具制造机 非常的作孽 给很多年轻人一种幻觉 就让人觉得 摊在椅子上 说点俏皮话 就能过上幸福的人生 这能行吗 这除了大张围 有人能做到吗 我 我 可以 大老师 经常上综艺节目 他自己说上综艺呢 是为了赚钱 养音乐 据我了解 你光从效果文化 赚走的钱 养个孩子都够了 你这个音乐这么难养吗 你又没有想过 它要是这么难养 可能就是到个离开的时候了 大老师就 把管吧 好不好 让他们去天上守护着我们 上个天堂的人肯定也想不到 到个天上 还要听大张伟的音乐 这今天是天空飘来五个字 这都什么事 陈楚生 当年快南夺冠之后 被三亚选为旅游形象大使 这个是十年前的事了 三亚今天要是再选旅游形象大使 那肯定会选择忽兰 为什么呢 第一忽兰是东北人 其次 忽兰是脱口秀大会的第四名 当年呢张杰就是第四名 三亚是不会选错两次的 陈楚生 前段时间 也不是前段时间了 就是他 闹过一个很大的新闻 就是跟天鱼解约嘛 这是旷日持久的官司 那个赔偿金啊 从2200万 一路飙升 涨到227个亿 227个亿 真的 但你看后来陈楚生 也跟湖南卫视也和解了 说明这227 他很有可能是给了 你这些年在三亚炒房了吧 都是我们东北人民的血汗钱 为啥解约呢 他当时解约是为什么 就是有一个大型的晚会 在晚会的前夜 陈楚生不告而别 所有人都联系不到他 非常的不执意 直到今天 他为什么走 都是个谜 没人知道 很有可能当天有楼盘开盘 我来看看 音乐人脾气都不是特别好 都很古怪 像郑君以前 录综艺节目 也有过中途 愤然离析 但我发现音乐人 的脾气啊 好像是跟才华 是成正比的 你像以郑君的才华 就可以愤然离析 陈楚生 不告而别 你再看夜培 就只能默默消失 Cindy就驱逐出场 对不起啊Cindy 对不起啊 她还是个孩子 她才19岁 虽然你们也看不出来 对不对 19岁 我今天 其实今天只有你 我是一句都不想吐槽的 我甚至都觉得 这节目就不应该请你 我就直说了吧 所有节目 其实都不应该请你 你出现在鱼类圈 就是个误会啊朋友 他甚至都不是一个 美丽的误会 纯误会 气死我了 Cindy你知不知道 就是很多节目请你们 就是想看你们笑话 就是想消费你们 包括这个破节目 都没按什么好心 以后就不要接种通告了 好吗 什么 你都知道 那可以那可以 我也是这样 谁笑话咱们 咱们就挣谁的钱 对不对 郑君 前两年拍了一个电影 叫 摇滚藏壕 我刚开始 还以为是他的自传 我觉得 还挺巧妙 是吧 把自己比喻成藏壕 守护着摇滚月 很贴切 你看他 胸很高 劈头散发 腿道拉丧 很合适 打坐 腿麻了吗 郑老师 实在不行 就放下 没事 也挺味儿的 他说他自己 常年打坐 内心变得很平和 一点看不出来 完全看不出来 郑老师呢 在他不平和的那些年里 经常点评乐坛 曾经说周杰文 很火 但是没有思考 说周杰文的歌呢 不能让人去反省生活 我发现老一辈的摇滚人 就很喜欢 让我们反省生活 他们的观点 说白了就是 你按他的活法 你就是对的 你不按他的活法 你就需要反省 好像也不只是 老一辈摇滚人 老人都这样 奇怪啊 突然就搞了 我朋友圈里 很多人都分享 郑老师的歌 直到今天 我也经常会 分享他的歌 我觉得人家 有这么多经典的作品 是有资格嘲笑 现在的乐坛的 对吧 但是很好玩 据我观察 分享郑君歌的人啊 一般都不太快乐 但是分享周杰文的歌的人呢 感觉心情就不错 那么人活着 到底要不要没事 就反省自己的生活 今天来的人 我觉得最自信 最快乐的人 就是Cindy 她甚至都不认识郑君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想 我有时候不快乐 是不是小时候 听了太多的郑君的歌 我是不是应该以后 就听桑 算我宁可不快乐 好吧 不快乐挺好的 不快乐挺好的 不说不说 都是胡说 我根本不懂音乐 都是完全是胡说 我呢算稍微懂得没 一点点快乐 2020年2月开始 我们的脱口秀全球巡演 就启动了 希望大家一起来快乐 谢谢 你怎么现在那么让人鄙视呢 你那么长时间不回来 我们就有请建国 的老板李戴 大家好 李戴 大家好 好久不见 李戴 木子李 荒诞的蛋 记一下 好吧 话什么灰都认识 第四季 吐槽大会 我觉得终于来了两个 配得上吐槽大会 真正值得吐槽大会的 这个嘉宾是吧 朱丹 李国庆 其他人没什么事 先回吧 好嘞 好不好 那么长你们啊 李国庆 李总 离婚闹得满城风雨 还没离呢 还没离 哎呀 这个祝你早日成功 好吧 成功 加油 来早了 来早了 离婚 他从家里 拿走了1.3个亿 然后他说自己 是净身出户 你对净身有什么误解 你这个身体 也太不干不净了 我说是百亿之惨 我才拿了1.3亿 李国庆对人生的误解 特别多 是吧 刚刚这个傻白甜 也说了 李国庆说自己是傻白甜 哎呀 听说他是傻白甜以后 那些真的有点傻白甜的女孩 当场就变得聪明了起来 变得又聪明又黑又闲 著名的傻白甜杨超越 当天就考上了清华大使 就为了躲开你 他还有个很著名的话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李国庆说 他有本事 10分钟就让90后 在自己的怀里哭 这个确实是真的 李国庆呢 用10分钟 通过这个综合格斗术 把90后困在自己的怀里 90后就开始哭 你放开我 报警啊 李淡 李淡 这个呀有点吹牛了 我不解释 不用解释 你先这留在法庭上说 好吧 文范给个面子 哭一次啊 我蛮哭 蛮哭 一秒落泪 离婚闹得确实太凶残 我也不懂 咱们这普通人不懂 人家这种企业家之间的离婚 我觉得就是两个企业家在一起 都太强势了 你说好聚好散嘛 一人退一步 是吧 有那么大事吗 彼此说一声对不起 说一句 sorry 很多事情就过去了 至于吗 李文汉 C位出道的偶像 他那个节目 上一位C位出道的是蔡旭坤 你这个两个人对比一下 你就觉得蔡旭坤出道的时候 是不是把C位给带走了 你怎么原位就出道了呢 你看你往右边看一下 余昊明哥哥 余昊明呢就是十年后的你 那挺好啊 是吧挺好 对 我就是告诉你很好 就是不需要大火 对不需要大火也可以有工作 还不是大火 那工作太多了 是吧是吧 娱乐圈是一个很公平的地方 只要爱着不走 就会有好事发生 余昊明这个是 其实是我很佩服的人 大家都知道 他经历过一场意外火灾 然后非常坚强 浴火重生 我是真的很佩服 真的很佩服 咱们说到这个浴火重生啊 你看这个李总啊 丹姐 你们那么多人生的问题 也不知道该咋办 要不要主动奔赴火场 是吧 没有什么问题 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 我们今天还请来了 金龟子姐姐 所有人的童年回忆 这是张绍刚跟朱丹剑道 都要叫一声前辈的主持人 刚在后台就是 张老师说 哎呀前辈好前辈好 金龟子姐说 哎你好你好 不敢不敢 朱丹说前辈好 就说哎不敢 哎哎哎 不要再说了 你见过金龟子发怒吗 我教不出来 你这样的小朋友 很早就想请丹姐来了 最早呢 是想请她跟她的先生 周先生是吧 一起来 然后她说哎 我是挺愿意去的 但我们家周先生不想去 我说但你自己来做主咖 有点不成立 她说你等着敲 等着敲 太可爱了 丹姐呢 其实她今天还是不太敢来 很忐忑 她觉得她那几次 主持事故真的有点严重 不知道能不能得到 大家的原谅 我说能不能得到 大家的原谅 我也不知道 但你得先认个错 丹姐就说 对我认错了 我全给认错了 她那些认错了 是吧 我最喜欢的 就是她那个丑笔叉 是吧 就是 就简单地念一个名字 就能引发对方 强烈的不是 你说这 多么适合土藏 你好了不起 要猪丹 看下 看下 丹姐 曾经是 浙江卫视的一姐 王牌主持人 后来到湖南台 结果在一次节目里 把人家湖南台的 电话号码 练成了浙江台 你说你这个 就是有历史沉淀的 傻白天 今天来过 政大综艺 感觉怎么样 后组就在会 挺好看 在浙江卫视 大家不知道 有没有印象 她的王牌节目 就是那个 我爱记歌词 她离开了 浙江卫视以后 我爱记歌词 这五个字 基本上都忘了 忘记了歌词 忘记了记 甚至忘记了自我 唯独收获了一份爱 一份没有自我的爱 一份卑微的爱 这个丹姐呢 一直管周一维 叫周先生 她还总引用 周一维的话 我第一次录节目 她就一直在那儿 周先生曾经说过 周先生曾经说过 我在旁边觉得 我就好别致啊 我第一次发现 有人管武训 叫周先生 叫原名 太有文化了 你 这个卑微单 这个名词确实不才 是我首先提出的 不用客气 不用客气 我当时就是随口一说 我就开玩笑 没想到引起 大家那么强烈的共鸣 然后网上一开始 还有人让我给他道歉 说我引发了一场网络暴力 说雪崩的时候 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后来他频频主持事故 网友又来给我道歉 说有些雪可能就是该崩 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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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确实不好 确实不好 我这个真的是开玩笑 就是卑微单什么的 我觉得两个人的事啊 外人说什么都是夺嘴 以后我也建议大家在网上 不要议论人家 两个人的事 你一个人总说什么 没事别总提 对不对 丹姐你说 这两个人的事 你一个人总说什么呢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又有点雪花 这个确实是 很多事情在网上 隔了一层之后 就会容易给当事人 造成困扰 我也在这里 呼吁大家多一些理解 丹姐呢 最近的经历都投在 一个纪录片上 也是一个呼唤理解的纪录片 拍普通人的 不拍明星 我作为一个客观上 给她造成过 很多人生苦恼的人 在这里呼吁大家 多去关注她 拍普通人的纪录片 毕竟普通人的名字念错了呢 咱们也不知道 谢谢大家 我们首先有请 喜剧大娃 李淡 大家好 我李淡 这么大个导演 怎么搞偷穿我衣服 真是 王晶导演 这个去年来过一回 有印象吗 来了让我们一顿讽刺 回去痛定思痛 2019年 一口气又拍个六部暗篇 我今天都不太敢说了 太叛逆了 这个大哥 我们去年 王导 我们说你 你看他去年拍那个电影 叫什么 唐伯虎点秋香 2019 还拍了一个 新河东诗吼 你上次来 我们说你 这个炒梗饭啊 吃老本啊 是吐槽 它不是人生的建议 你怎么还 当锦囊妙计了呢 王晶在这个 港琼里客串过 扮演一个导演 你很难不觉察到 其中的讽刺意味 扮演一个导演 也许王晶在现实中 也已经演了很多年的导演 我们都没有发现 艺术源于生活 而等于生活 我在微博上看了 就是那个 导演那个角色 徐征一开始 找了这个周星驰 拒绝了 找了王家卫 吴宇森都拒绝了 听着就很像我们 吐槽大会 邀请嘉宾的过程 是吧 今天他来 我们也是请了 什么黄博啊 宁浩啊 都拒绝了 最后请了王晶 王晶答应了 王晶在所有意义上 都是娱乐圈的底线 贾兵 贾兵是这个 某节目的 某喜剧节目的冠军 我说这个某节目呢 不是不愿意提 是我实在区分不出来 欢乐喜剧人 寻找喜剧人 笑声传奇 什么笑傲江湖的区别 是吧 这些节目呢 有个共同点 都有嘉宾 然后还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到最后 都总要煽情了 你就感觉 有一半的小品 都是照着那个 艺术人生改的 看那你特别费解 不是说好了 喜剧的内核是悲剧吗 怎么外壳也悲剧了呢 而我作为一个 这个初学者 非常的困扰 说经常看 你说这个远看是悲剧 近看是悲剧 打他他不走 拖他他才走 你猜是什么 喜剧 是吧 想不到 想不到 前几年 这一大堆喜剧节目 把我国的喜剧人才 基本上就耗尽了 这个热浪过去 大浪逃杀 到了今天 我们还能记得的 那才是真正优秀的喜剧人 是吧 比如说这个沈腾 还有黄渤 是吧 赵燕颖 钢琴家 咱们现在中国最出名的钢琴家 肯定是岗岗 但是在内行人的眼里 也是岗岗比较好 这确实是这样 赵燕颖呢 很喜欢美食 到这种狂热的地步 他在纽约住的时候 想吃披萨 买张机票 飞到欧洲 试完再飞回来 你说这个 没有外卖啊 人的精神是容易出问题的 你家去飞到欧洲的时候 有没有注意到旁边有个人 喂鸽子什么的 他跟你一样 他也是待一天就走 你们都是一个文学流派的人 李更熙 今年19岁 2000年生人 就是他出生那年 春光灿烂猪八戒 还没有播出 这是一个活生生的 没有看过春光灿烂猪八戒的人 但是当他听到 有人叫徐征猪哥哥 他也并不觉得突兀 很贴气 是吧 很贴气 这年纪太小了 就是泰炯上映那一年 李更熙才12岁 你知不知道就是 那一年徐征是中国电影票房 历史冠军 很短暂的一段历史 就像你乱扔的烟头一样短 泰炯票房 第一次那个是第一部破10亿的中国电影 我很有这个荣幸 泰炯票房破10亿的那天晚上 我有幸正在跟徐导一起吃饭 一个聚会 一开始大家吃得都很热烈 吃着吃着呢 徐徐收到一条短信之后 整个人气质原地就变了 看了一眼坐直了 说 泰炯的票房刚刚破了10亿 你们先吃 我走了 我说 徐导你不吃了 我怎么能吃这些东西呢 我说 徐导你去哪儿啊 你去哪儿去 我不知道 我就是觉得这里容不下我 开玩笑 徐导是一个非常非常谦逊的人 那天他就是很开心 非常谦逊 一直跟大家敬酒 什么 哎呀 这个泰炯 取得这么好的成绩 离不开大家的支持 我下一部电影 大家也一定要支持啊 等这个港炯出来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说 发现了徐导不光是谦逊 还很诚实 这个确实是离不开大家的支持 这个电影是个很奇怪的东西 就是 徐导一不小心拍出烂片的时候啊 其实他付出的是跟拍家作一样的努力 但是观众呢 有时候就是不买账 这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创作者永恒的困境 没有一个创作者是为了拍烂片而 不好意思啊 王静导演 对对对 忘了忘了 忘了你在这儿了 不好意思啊 忘了忘了 这个 就是很奇怪 我觉得 而且这个才华 在一个创作者的身体里 我就觉得它是流动的 它也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 你就感觉才华在一个创作者身体里 就是不停地雇佣 它有时候雇佣出来了呢 你就感受到了 有时候呢 就很容易就多了 有时候就少了 是吧 你得恰到好处观众才能跟你一起雇佣 你看徐峥导演 最早是一个话剧演员嘛 非常的厉害 但是他早年间的话剧作品呢 都属于才华 雇佣的太多了的那种 太先锋了 观众都不理他 差点饿死 然后就去搞个影视剧 那我是生活在上海啊 我非常 一个小小的愿望 很希望2020年徐岛能够回到剧场 再演一些话剧 就当是为了我 那我是什么东西呢 我是观众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